大家好 我是洪准 欢迎收看古海弘扬 今天价券股价指数下跌26点 成交量只有962亿元 所以这是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我一直不断的提醒大家 就是指数过高 高档出现背离 背离乃为操盘手支最大情绪 所以你的操作你也要掌握什么 tempo嘛 波段的强势股 你要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那你要遵守的就是 春更夏云秋收东长 这个买卖股票布局的节奏 所以唯有低头布局 你才有抬头的涨停嘛 而不是每天告诉你的 全部都是涨停板 重点是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就要有领先市场的思维 所以今天台北股票市场回跌 很多的强势股重挫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机会 你不要随着市场的情绪去改变 跟着苍蝇走你会找到厕所 跟着蜜蜂走你才会找到花朵嘛 因为只有在黑暗之中 你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你要看的你要找的是流星 那流星在哪边 你就要从量的指标来去看嘛 所以最近主流的变化非常的快速 从上一次跟大家讲说 贵买的森一 有积极的有量人在做布局嘛 那还有贵买的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这两大市场呢 就是未来市场上面 可以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地方 包括一直连续下来 包括市场的光电业 光电就是谁 就是亚光的部分嘛 贵买半导体的文貌的部分嘛 然后一直到今天呢 市场的零组件跳出来的 但是呢光电还是没有改变 还有市场的半导体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有一些主流 它是有延续下去的力道 但是呢有一些主流呢 它却慢慢的休息了 但是休息不代表它会结束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生气股有资金在做进场 但是波段的强势股 你要买在短线上落智的时候 当你知道有资金在进场的时候 你一定要马上去追吗 不用吧 量大的高点不是最高点 就算即使它是不是最高点 你也要买在它短线上回档的时候啊 那所以呢很多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说你要有耐性 去等待买进的时机嘛 那包括就是说汉宇博的部分啊 我说它股价经过整理量说整理嘛 那时候我跟大家推荐的时候 是在1月12号的时候啊 但是呢它经过整理之后 重点是它未来会不会有创高的机会嘛 那你看到的 眼睛看到的都是股价 但你看不到未来 所以你看当你知道有 这些股票市场呢 其实有这些机会的时候 你看汉宇博的部分 今天就算 是不是连续两个跳空大涨 那它大涨反应什么 反应它现在的价值被它被低估啊 但是有一些部分呢 它的量能是会悄悄的先去做布局的哦 那很多的技术分析就是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有一些 有一些标的它是有量 在做偷偷进场在做布局的 那包括我一直跟大家讲说量价移转 Tesla跟MWC这两个双主流你要做领军 那这些部分呢 未来会慢慢的慢慢的去 题材会慢慢的去发酵 但是你要在发酵之前做布局啊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文帽的部分 当初跟大家推荐的时候在哪里 在119块嘛 我跟大家讲说 这里是一个量大高点 量大高点不会是最高点 所以它会去过高嘛 所以呢拉回的过程之中 你要积极的站在买方啊 所以拉回啦 拉回的过程之中是不是积极站在买方 你可以赚到一根涨停板 但是呢有人买它就会涨嘛 那今天文帽出现了跌停喔 涨多拉回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你如果买点没有抓到 你不要去追耶 当你去追的时候 你的风险性就大了嘛 波段的强势股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但是呢拉回的过程之中你要敢买啊 一买突破二买拉回三要接跌停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股价 可是看不到它的未来在哪里 那它是不是一个机会 那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 跌停板啊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那我们后面再来跟大家做验证就好了 那包括3665的茂连 我说这也是一个量大的高点 这我们验证过不知道多少次 量占比从240来到20 那量大的高点它不是最高点嘛 同样的跟文帽一样 当它的均线开始上扬扣底值 人去扣底低值的时候 它的长线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 所以呢未来的Tesla的部分呢 这礼拜大家都特别注意 大家2月2 就礼拜二的时候 它要公布它的财报 当然也会开始做一个法说 那也会讲说它未来 在3月20号的量产的进度 那Mardustry如果正式量产的话 那整个供应链的业绩 会开始出现大爆发 但是那个大爆发会在7月的时候 那你在它大爆发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做好布局 还是说你要等到真的实质的获利 贡献度出来的时候 你才要去跟人家抢股票 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很多人会讲说 为什么茂连的本益比现在很高 真的很高吗 那你看到台胜科不是更高吗 那你用眼睛看不到未来 然后你用的本益比的角度 甚至用基本面的角度 是没有办法去评估 一档标股的未来 所以操作上面 还是要跟着技术面来走 包括核大的部分也是 筹码经过沉淀之后 当我的量占比从200来到50 那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同样这档股票呢 也是啊 大家说都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它们都出现了同样的量大高点的讯号 为什么它们会出现这些讯号 而这些讯号就代表了资金它在做什么样的布局 操作上面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波段的强势股满在短线上落实的时候 那你落实的时候你要敢买啊 因为唯有在黑暗之中 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行 可是呢黑暗 通常都是最可怕的 那你很多人在黑暗的时候 错失那个买点的时候 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那比如像说 之前跟大家谈过的金居嘛 金居的部分我们在买的时候 也是市场上面最不看好的时候啊 可是买进去的时候会不会赚钱 那包括上瘾的部分也是啊 一阳带红可以量价其阳金金涨 那时候呢大盘也是非常弱势的时候 145块钱买进 145元成交嘛 甚至一路上来的过程之中都没有改变过 那一张赚25块 一张赚27块 甚至来到一张赚30块 甚至一张赚到50块钱 问题是这样的股票 你如果没有买在一个对的位置 你有办法抱得这么长嘛 还是说震荡的时期 你有没有办法去忍受那个震荡的过程 那包括6188的广民 我也跟大家讲说五年的转型 一年的转机嘛 那支持你去买他的理由是什么 同样的量大高点不会是最高点 那我们在他拉回过程之中 你是不是要做积极的进场布局 那你过高的时候 这只是验证第一步而已 当然我们曾经因为他的股性而研判错误 但是我们也积极的把它买回 所以应变行情之后 就会给我们相对的回馈 那现在做一个震荡整理 量大的高点不会是最高点 那这个最高点 如果在他过去之前 拉回的过程之中 你要做站在哪一边 其实股票市场的操作 除了技术面以外 还有基本面的加持 当然很多的消息 会在后面才跟你讲 攻击探机一定有人会先知道 那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些讯息 包括哑光的部分 筹码经过沉淀了 当出现量大高点攻击启动的时候 我问你为什么 这些资金他要去做进场的布局 有量就会有价 所以过高亮灯验证的时候 其实他就代表说 一个波段的涨势的开始 所以量大的高点不是最高点 我们在34.2元告诉大家说 你要进去买嘛 所以当天亮灯涨停 甚至五天的时间涨了17% 甚至七天的时间涨了19% 这是不是攻击启动的讯号 但是如果你没有积极的去买 这是创高耶 没有人敢买耶 但是这种股票就是会涨啊 11天赚了22%耶 甚至12天赚了23% 13天赚了25% 然后一直来到今天 还是亮灯涨停板 量占比一直维持在高档的过程之中 我想请问大家 它会不会再继续涨下去 但是如果你在买点出来之前 你没有去站在积极的 站在买方的时候 这个波段的行情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所以操作上面 除了买点 买点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买点通常都是市场上面 最恐慌的时候 包括川普当选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新的买点 包括英国脱欧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买点 今天如果未来 整个行情震荡整理的过程之中 在出现下一次的买点的时候 你还在害怕的时候 你又会错失了一个波段的行情 你若胜开蝴蝶次来 赶快种下你成功的信念 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团体战的时代 如果你还在孤军奋战的朋友们 你只有被挨打的份 赶快拨通你的电话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洪洋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